天南地北谈华语 怎么买这么多盒苏打粉 做蛋糕也用不了这么多 用不完当心过期 我是要拿来美容的 美容?用苏打粉? 对啊,你看我鼻梁两侧的黑头 你不会是想着用苏打粉洗脸吧 不是用洗的 我教你少量苏打粉兑水 然后用化妆棉沾湿了敷在鼻子上 十分钟后黑头就都浮出来了 谁教你的? 我在网上看到的 各平台的网红视频 还有一些博客博主都这么说 人家说你就信 有科学根据的 苏打粉溶于水后成若碱性 而黑头主要成分是油脂 在碱性条件下 两者发生什么造化反应 哎呀,中间有些内容我也不是很了解 都是些化学名词 总之能达到去黑头的效果 简直一派胡言 这些视频博文混淆视听 你要是跟着做 美容没你的份 毁容就有 不会吧 我看这么介绍的网红皮肤都很好 人家化了妆 更何况你以为他那么介绍就真的那么做吗 他要是没那么做 怎么能说得那么肯定呢 混淆视听 骇人不浅 什么苏打粉去黑头 不科学 苏打粉会对皮肤造成刺激 用在脸上皮肤会变得干燥粗糙 你要是嫌脸太滑 你就用吧 你都这么说了 我哪还敢用在脸上 这些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混淆视听的言论还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都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成语混淆视听 只用谎言或假象使人们的视听 也就是看到的听到的产生混乱 分不清是非真假 混淆意思是使界限模糊 混淆的混跟混乱的混同字 读第四声不能读成混淆 也别读成混淆或混淆 混淆的小右边确实是菜肴的肴 但左边还有三点水 读小 不能用在脸上 那 啊 视频中介绍可以用来洗马桶 洗掉那些极顽固的污渍 苏打粉如果可以洗掉极顽固的污渍 你在烘焙中加了苏打粉 吃下去胃起不是穿动了吗 我买了这么多怎么办 送我一盒吧 我做蜂巢蛋糕给你吃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